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元吉格 庞泽川 今天讲大门啊 往里开还是往外开好 其实在做大门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在问 这个大门呢 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好 在风水上面啊 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啊 大门一定要上内开 这个代表才往里走 那么大门啊 上外开代表才往外走 是不好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说法啊 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其实对一帮的住户来讲 大门其实上里面开还是上外面开 平常啊 都不会太大 但是对于商户或者企业来讲 大门往里面开是最好的 所以啊 这也是分情况的 比如说我们从图来看 你看 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一个墙面 这是一个墙面 这个地方是大门 那么大门是这样开的 就叫做上内开 代表往里面开门 但如果大门啊 是这样开的 那么就上外开啊 所以上里开还是上外开 它是这样区别的 那么风水上有一种说法 叫叫门往内推 积才啊 成堆 门往外推 才善如飞 认为哈 门要上内开 它为急 上外开 那么就为凶 认为这种格局啊 它就不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老家的房子啊 都是往内开的 那么这种情况啊 适用于什么环境呢 它适用于商户 就是说商业啊 如果说这种地方是厂房 我们的大门啊 最好是上里面开 而不是对外面开 但是针对普通的住宅啊 这种啊 那么大门上内 还是上外开 其实影响都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看啊 现在城市住宅啊 很多小区 大门啊 都是上外面开的 当然有的大门啊 也是上里面开 这种说法 其实在民间还是比较流行 就是很多人呢 都认为啊 大门啊 一定要上里面开才可以 但如果我们是 单家独户的房子啊 像这种一栋一栋的房子啊 不说一栋楼住了很多人 那么如果你是两扇门的话 这个门啊 最好是这样子开啊 都是往里面开的 那么这样啊 会更好一点 这个代表啊 才是上里面走的 才往里面走 所以我们在修建住房的时候啊 如果你要做一个围墙大门 或者说住房大门 我们进门过后啊 是推着门进去的 还不是说把门拉开过后才能进去 那么这个气口 在进气的时候啊 它会更顺一些啊 这个气场啊 直接就进去了 非常好 很吉祥啊 当然的话 如果你是商户 就更加掌究了啊 比如说我们的厂房啊 或者公司啊 那么这种我们就更加要掌究 一定要上里面开门 其实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 自己是无法去做到门到底怎么开的 但是在自己建房子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 门往里面开为好 更符合风水之法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啊 再见